美食棒忙仔带你吃好料 这间位在内湖的家母鸭店 用餐的时间几乎都是大排长龙 老板说好吃的秘诀 就在于选用了自家混种的红面翻鸭 以及用甘蔗来熬煮汤头 到底有多么美味 赶快透过镜头带你一块去了解 哪里的家母鸭最美味 汇聚街头的人气 大排长龙的队伍 正统的台湾味 弥漫于人身顶沸的空气中 那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公司在后面 内湖科学园区 那现在在这边开 对我们来讲真的太方便 不用在周春老顿跑这么远去吃 一碗香喷喷的姜母鸭 健康又去寒的美味姜母鸭汤头 老板可是不加入米酒 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比较高 却会回甘的甘蔗 并且搭配最好的竹子酱 和特制的中药材 香醇浓郁的汤头 喝一口温暖整个冬天 美妙的滋味 一年到头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我们的鸭子是用菜鸭跟翻鸭 下去混走 然后它的品种叫做红面翻鸭 它的肉质跟一般那种市面上的 那种卖的菜市场卖的那种鸭肉的 肉质是不一样的 经过复杂的手续处理 最后再慢火蹲煮 汤头鲜甜又香醇 用料丰富又扎实 满满的一锅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暖在心头 它的汤头蛮甘甜的 而且它不用加酒就很好喝 这样子也不用担心会喝醉的问题 真的很好吃 然后对女生来讲的话 冬天又很滋补 我觉得很好 明文侠儿的姜母鸭不只是汤头 店里面各种顶级食材 应有尽有 让你吃好料也不用花大钱 料理更不会因为生意兴隆而打折扣 想要知道在寒冷的冬季 还有哪些美味的进步料理吗 我们下期再见